机器功能与演示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机器的几大功能 首先介绍一下它的几大功能 首先这台机器拥有最基本的回收机的五大功能 回收 排油 抽空 注油 冲注 在我们这个机器上 回收跟排油它是连在一起的 只要回收 就要排油 抽空 冲注 冲注跟注油又是一体的 就是说必须要先注油再冲注 然后我们这个机器还有两个其他的功能 就是一个正压减漏还有一个负压减漏 这个就是正压减漏 虽然说我们没有给它那个划上钩 但是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是正压减漏 正压减漏就是将汽车空调的系统注满制冷剂 去利用正压去检查空调是否泄漏 还有呢就是负压减漏 还有呢就是负压减漏 负压减漏呢在抽真空的这里面 看一下 确定 在这里 这是一个负压减漏 然后可以设置那个 那个保证负压的保压时间 然后回收的量 然后泄漏的量都可以 这是两个其他的功能 好接下来呢我就给单独的演示一下它的最基本的五大功能 首先呢是回收 回收的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将这两个高低压的接头 接在在 关闭状态下 两个 必须都是关闭的状态 把它连接到汽车的 空调的那个高压高低压接头上 然后呢轻轻的打开 一边打开一边观察上边的表 就是说跟这根管所对应的表 只要压力起来了 起来了就代表通了 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拧到底 好我们选择回收 确定 输入车辆信息 确定 这里就不用管了 确定 然后点击启动 开始回收 这里显示的是回收重量 这里显示的是工作罐的重量 回收完成之后会进入到自动排油的界面 这里显示的是排油重量 然后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排油瓶 具体排了多少的油 然后记录一下排油量 然后呢等上边的这个重量没有变化的时候 就可以退出排油了 然后排油完整之后呢 我们将要抽空 这个是抽空 选择抽空 确定 输入车辆信息 确定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输入抽真空的时间 我们电脑上默认的时间的是15分钟 具体时间呢就是因人而定 然后呢如果说这辆车的空调系统需要进行负压减漏呢 我们也可以把后面的功能都选上 让它系统呢自动进行一个负压减漏 把压时间一分钟吧 这个那是负0.8 好 计量的是0.2 确定 然后启动 然后抽真空开始 在抽真空的过程中呢 就要观察这两块高低压的表 然后呢这里呢是抽真空的剩余时间 时间到0了之后呢 抽空自动结束 将进入到最终保压的一个状态 抽空保压都结束之后呢 就是说这辆车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步就要进行冲铸驻油的操作 如何来冲铸驻油呢 首先选择冲铸驻 点击确定 还是一样输入车辆信息 确定 首先出现的是你所需要的这个这个注油的这个界面 是注油的这个界面 前面这个这个地方呢 输入的是你需要注的油的重量 后边这个重量呢显示的是你的油瓶里边的重量 然后具体说加入多少油呢 也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车型 然后不同的修理机工 这个不一定 或者说也可以点击数据库里面的 从数据库里边去选择所需要的注油量 好选择完之后点击确定 然后在这里呢 出现的就是你需要加注的量 这里呢 是工作罐里边的剩余重量 然后呢 具体的加注重量呢 也是根据不同的车型 不同的人 也可以说在数据库里选择 比起选择你要加注的车型 然后它后面有对应的重量 然后点击确定 启动 开始注油 注油完成之后 将 注油完成之后 将进入到自动冲注的界面 冲注 冲注到 冲注达到你所设定的量的时候 冲注自动停止 冲注自动停止 点击退出 此时静静等待5到10分钟 让里面的冷煤与油 充分融合 好 结束 大家追过 冲注尽 冲注尽 冲注尽